賢文哉族 詩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 郭嘉靖皇帝 他很喜歡賣弄自己的才華 拜登用寫謎語這樣的方式 來傳達自己的意圖 搞到大臣 惶惶不可終日 說什麼 靠猜 猜中當然可以 猜不中就有排庭鬧的 偏偏嚴犀有本事對付他 在嘉靖三十四年 浙江總督張經被免職 趙文哉想提拔當時做巡婦的胡宗憲接任總督 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人事調動 修捷情送給皇帝 很久都沒有下文 有日 嚴肅突然收到皇上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六個字 憲此束 意如何 憲 即是胡宗憲的憲字 你看 意 適宗的意 在這裏解是應該的意思 這六個字是十分清楚的 胡宗憲好像快些 應該怎麼辦呢 憲此束 胡宗憲好像快些 意 如何 應該怎麼辦呢 嚴肅一看完 哦 立刻補充材料 說到胡宗憲怎樣怎樣有本事 又說到提拔年鄉人的意義 諸如此類 小就接 準備情給皇帝 嚴世凡剛剛回來一看 哈哈 大事會對他老爸說 哎呀 搞錯了 搞錯了 怎麼做法呢 那個義字 並非應該這樣 咦 是人名來的 就是楊義 皇帝的意思是說 胡宗憲提升太快了 喂 楊義你覺得怎樣 楊義當時就是南京互報又是朗 從聖經驗豐富 所以家政認為他就好過胡宗憲 所以就有這六個字咯 献詞促 易如可 家政皇帝十分薄學的 他自小是苦讀經書 人又聰明 所以他懂很多東西 他又專門用一些生癖的字來寫東西 你水平低的人就無法只讀得懂 只有好像他一樣聰明薄學的人 才能夠順利解開他的謎語 嚴世帆正正有這種本事的天才 對此有這種獨特能力的嚴世帆來說 哎 他十分知乎 他認為天下間能夠跟家政來互相比美 只有我一個人 我是獨一無二的人 他又不知道 一山環又一山高 事實上 除了你嚴世帆 還有一個人 能夠解通皇帝的暗語 這個是誰呢 你猜不到 這只是你的死對頭 隨階 隨階也同樣撞到這個暗語 皇帝的 皇帝寫了一張僑子給他 上面呢 又寫著幾個字 興此與德何與 這句話難解 興 即是皇帝對大臣的稱呼叫做興 此即是年齡 什麼意思呢 那整句話呢 就說 喂 你的年齡 和你的德行 能不能夠相稱啊 說得不好聽 就說 喂 你的年齡和德行 不匹配 這樣說人家就算了 普通人都頂不順的 喂喂喂 你這麼大年紀 你德行這麼差的 皇帝這樣說你 你就死定了 所以隨階 哎呀 一看到人 嚇到飄冷汗 但是這個才子 很快就頂了 哦 原來是這樣 興此與德如何 那個德字呢 不是道德德行的德 這是人名來的 是歐陽德的德 嘿呀 一想就全身鬆了 歐陽德 那時候做禮部尚書 這句話的意思呢 是說 你和歐陽德 哪個年紀大些 嘿呀 就是這樣 徐家成是第二個 能夠解釋皇帝的暗語的人 由現在開始 徐家 就站穩腳筋了 因為他居然能夠 解到皇帝的暗語 嚴世帆呢 當時就並不知情 不過 徐家宜現在雖然有些喜悉 還是對嚴嵩 無計可思 因為你要解決嚴嵩 首先就要解決嚴世帆 但是嚴世帆實在太過聰明 對他真的無從下手 徐家宜現在呢 既不能進攻 又不能撤退 在這個自力競賽中 再次陷入僵齒狀態 徐家宜只好 內心等待 又是等待等待 是的 正在這個時候 一件意外的大事發生了 徹底改變了雙方的力量對比 在嘉靖四十年十一月 皇宮發生大火 這樣就瞧 這麼大的皇宮 你哪裏都不燒 燒了皇帝睡覺 那個西院永壽宮 皇帝變成無家可歸 哎呀 得了 只好暫時就搬去玉 西宮來到住 都暫住的 皇帝就馬上叫嚴嵩 馬上要建回宮殿 來解決住的問題 那個嚴嵩 哈哈 不知道他是吃錯藥 還是輕到腦中風 皇帝 吩咐他解決住的問題 嚴嵩居然萬不驚心說了他 維修三大殿 剩下的材料 就不夠收你新宮殿 殿下是否搬去南宮住呢 嚴嵩啊嚴嵩 你都自尋死路 叫皇帝去南宮住啊 你不如叫皇帝搬去和收宮殿的工人住一堆好 南宮是甚麼地方啊 南宮是當年明英宗朱祁鎮被他的弟弟關押在那裡的 住了幾年啊 這些悲慘的歷史 個個都清楚了嘛 你嚴嵩居然發開夢 叫皇帝搬去鑑倉那裡住啊 皇帝六大雙眼滿臉殺 押起望著嚴嵩 徐佳在旁邊冷眼旁觀 嘿 這次機會到了 立即就站起來說 陛下 現在你暫時住在編殿 神十分過意不去 現在三大殿都已經收好了 材料是足夠可以做的 新的永壽宮的 這樣啦 神去負責三個月內 一定可以去緣宮 皇帝都這樣說 滿面笑容 連聲誇張 好!好!好! 並且將修理永壽宮的事 交給徐佳 全權處置 皇帝歡喜 小堂上就一片喜悅氣氛 但是 被人踢在一邊那個嚴嵩 整身打冷陣 他偷偷望著眼隨街 現在他才真正認識到 十幾年來 從來沒有把這個人放在眼裡 也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人這麼可怕的 現在才知道對面的人這麼厲害的 可惜為止二萬 引來了十幾年的徐佳 終於第一次佔據上風 他望著隨街衰老慈喚的背影 心情十分快 十幾年來 在朝堂上用盡一切手段 殺盡陰謀殺了一個又一個善良的好人 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 目睹所有的慘劇 也從中學到所有的權謀 嚴嵩 這些都是你教我的 嚴嵩 我要將你教我的東西 一件不少還回給你 就在嚴嵩 得罪皇帝的人 另一個重大打擊跟以後來 嚴嵩的老婆死了 上衣為命了幾十年 夫妻感情十分深厚 老年喪妻 當然十分痛苦 按照明朝規矩 母親死了 兒子也去首校 首校的任務 就落在嚴世凡身上 那一來 嚴嵩就很麻煩了 因為皇帝最欣賞的 寫給神仙的清詞 通通是嚴世凡執筆的 還有皇帝寫的暗語 能夠破解的 只有嚴世凡 那現在嚴世凡是回鄉下守孝 嚴嵩就變成束手無策 皇帝對嚴嵩的信任 就不斷減少 對徐家的欣賞 就每日增加 那幫兩邊島的牆頭草 見到嚴世右邊 於是就紛紛改換門庭 投靠隨街 嚴嵩擔任守孝 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衰落 不用多久啊 一定會全軍覆沒的 嚴嵩到底 都是從政四十幾年老奸巨劃的人物 當然不甘心 就此收當的嘛 為了保存實力 反敗為省 他想出一個辦法 有日嚴嵩 嚴嵩在西縣值班之後 直接就去找徐家 說要請徐家 來家裡吃一頓飯 大家交流感情 請徐家給面 無必光臨 徐家一口就答應 徐家那天就醫藥赴宴 大家見面 說了幾句客客氣氣的應酬說話 就來到徐家面前 嚴嵩忽然一鬼鬼在地上 跟著 全家老老少少 幾十人一切跪在徐家面前 徐家就想不到這個老家伙 搞出這一套苦肉計 一時間真的手足無措 嚴嵩跟著就用十份悲哀的語氣說 我都已經老了 不吃得多久了 我這班不肖子孫就拜託你 求你照顧一下 呵呵 這個權傾朝野的大奸臣 對著這個年輕萬輩 對著這個和自己鬥了十幾年的死堆頭 居然跪低 那麼低聲下氣 全家人一起來 來求個下級 照顧 確實是難得一見的奇觀 其實誰都知道 嚴嵩你這麼容易會求你的 此人十分無恥下流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 他什麼都就是 現在他跪低叩頭 認輸 是想麻痺你 隨街 對著這一幕情景 真是白感交集 多少往事湧上心頭 十五年前 嚴叔帶著那個毒眼龍 嚴世帆 跪在夏燕面前 痛哭樓梯 愛求夏燕能夠放過他 他發誓一定痛改前非 那個夏燕就真的原諒了他 禮守隨街就殺了夏燕 三年前 隨街的朋友 黃士貞 跪在嚴嵩面前 求他放過他父親 嚴嵩親自扶他起身 還說了一句 你放心吧 你父親的事有我 沒事的沒事的 誰知道不久就殺了他父親 現在 這個大惡人 就跪在你面前 隨街 用同一個辦法 上前一手就扶起嚴嵩 對他說 守富大閒 不必擔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嚴嵩 嚴嵩 你害怕嗎 你想退出國族嗎 遲了 政治遊戲不准棄權 你為了滿足自己的貪爛和權勢 你殺了夏燕 殺了十年楊雞成 你 拋棄了在煙搭鐵體下 新任求救的同胞 你害死了無數善良的人 你 從來沒有遵守過做人的原則 現在 你就想就這樣退出 就想就這樣收手 遲了太遲了 政治並非是遊戲 是一場賭局 是一場非常殘酷的賭局 你一定要把以前來搶回來的財富 你所有的本錢 統統交給你出來 我要取得的 不單止是你首富的官位 我要拿你的名字 我要拿走你所有的東西 徐家十分明白 對待嚴嵩這些人 靠善意和正直無際於事 我要用我的辦法 來處置你 為了正義 為了我一生追求的信念 我知道我怎麼對付你 徐家 到底用什麼辦法來對付這個老奸 據惑的嚴嵩呢? 是肉之後事如何 請到下回分解